快去床下躲好 快 凌晨一点半 我收到了哥哥发来的短信 可他不是在一次科研实验中牺牲了吗 我猛地坐起身 就在我要打电话时 第二条消息发了过来 不能接电话 研究出事故了 导致大批感染 快 随后又发来一张图片 还没有放大我就看见里面有几个面部血肉模糊 躯体扭曲 像人一样的生物 我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 有些反胃想吐 看着屏幕上的文字 颤抖着手打下一个好 哥哥毕业后就出国深造 后来被留在当地的实验室工作 作为彼此唯一的亲人 工作稳定后 却将我也接去了 掀开被子下床 我的腿仍有些软 我一直以为哥哥在研究生物制药相关的技术 趴到床下 打开手机手电筒 摸索半天 恰巧发现有一块砖颠脚油杵凹陷 我用力一拽 头撞到了床板 疼得我又低下了头 跪趴着退出床底 我准备将床拉出来 尽管只是木板床 这费了我很大的力气 打开大灯 我才发现床底有一道凹下去的地方 下面竟是一个小铁窗 铁窗是朝地下推开的 黑区区的洞 我拿过手机打开手电筒往下照了照 这洞不深 小心地顺着梯子下去 我才发现 这哪里是一个洞 这完全与地上的家一样大 手电筒朝前照去 我看到一袋袋米面被整齐地放在墙边 心脏跳个不停 哥哥究竟是什么时候弄出的这个地下室 又是什么时候将这些米面放进来的 联想起刚才的照片 难道哥哥早知道会出事 地下室很大 用手电筒照了照 发现墙壁上有一处开关 打开后地下室瞬间亮了起来 这下面竟然有床 只是床上什么都没有 我又清点了一下物资 有纸 有水 甚至连卫生巾哥哥都为我准备了 我顿时眼眶一酸 揉了揉眼睛 深吸一口气 哥哥准备了这么多东西 怕是说明事情比他想象中的更严重 还有 为什么哥哥一个好端端的活人 会被通知死讯 自从得知哥哥的死讯后 我就很少出门了 我往地下室更深处走了走 又发现了一段台阶 我愣了愣 这台阶上去是通往哪的 爬上台阶 就发现摆满的各类罐头 还有一块镜子可以看见外面 这镜子竟是卫生间的那面 原来卫生间的镜子是双面镜 我压下心中的震惊 哥哥究竟把这桩房子改成了什么样啊 看完地下室的全部构造 我就准备原路返回 先把家里的东西往下搬搬 哥哥只是让我躲在地下室 没有说什么时候能出去 我叹了口气 看来必须要做万全准备了 回想起哥哥发的那张图片 我还是有点恶心 但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从地下室爬出去 才发现外面不知何时下起了雨 一看手机 已经三点半了 我拎着袋子跑到厨房 收拾了一堆东西 然而就在这时 窗外突然响起一道雷声 吓了我一跳 手里的苹果掉在地上滚了出去 然而此时 开门声响起 这么晚了 是谁来了